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投资遭到诈骗 家属发现之后 假装向诈骗集团透露书有意投资 并且约在了便利商店面交 嫌犯到场之后 家属们立刻拿出了辣椒水将人压制 并且通知警方 袁京也顺利的将车手逮捕归案 骗谁的钱啊 众人全力将人压制 男子痛得大声哀嚎 因为他是一名诈骗嫌犯 是不是车手啦 扑二厂代收的 收多少 他跟我讲说61啊 面对警方提问 男子逐一供出 但他口中的普洱茶代收 并非一般的服务 原来高雄有一名灵性男子 在网路上得知 投资普洱茶不但可以高获利 且稳赚不赔 却遭诈骗32万元 这件事情被自己的儿女发现后 两人便提议再向诈骗集团 提出投资61万元的意愿 于是在12号晚上 与嫌犯相约在一间便利商店 当车手现身后 赶紧朝他喷洒辣椒水压制 并通报警方到场逮人 怎么会知道他是撤车 已经三四十万出去 所以你们才发觉不对 本文局立即派遣 辖区实践守援警 赶赴现场查处 援警并当场逮捕 前来取款的 28岁车手郭南 家属的机灵反映成功涉局诱骗 全案依诈欺罪移送法办 警方也将持续向上溯源 将幕后嫌犯统统一网打尽 遏止再有人受骗 记者徐轩荣高中报道 谢谢大家